接下来继续来看刚刚那个问题怎么样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在这个序值1里面 我们也许分开来做 那特别注意 像刚刚这个问题 它可能的解决的方法 逻辑好几个 那我建议你不用急着一次 全部把它做完 你可以分开做 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会有四件事情 第一个如何找钱瓜糊 不过第一笔资料没有钱瓜糊 我们先找第二笔好了 第二笔有 那怎么找钱瓜糊 插入函数里面用文字 找到那个什么 找到fine 那其实特别注意 这都理解的 千万不要死倍了 因为这些都是看得懂的 你fine 至少基本单字吧 fine 底下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反正你就稍微瞄一下 它会跟你要三个 一个fine test 找什么 找瓜糊 within 在哪一个储存格 里面的文字嘛 后面的话 star number 从第几个字开始 那star number 通常你如果不给它 它会从头找 但是如果你给它的话 它会从你告诉它的位置 开始找 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 那我要找什么呢 我要找钱瓜糊 OK 所以你打一个钱瓜糊 移开 不过特别重要 前后本来应该要加 那个双引号 不过因为 fine函数还蛮贴心的 你打一个钱瓜糊 它会自动帮你加双引号 OK within在哪里呢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 它会告诉你在哪里有钱瓜糊 3 OK 按个确定 钱瓜糊找到了 第三个位置 后瓜糊的位置呢 实际上跟钱瓜糊的公式还蛮像的 所以呢 要不你就重新做一遍 要不就是把它复制一下 有时候我会偷懒 复制它 然后呢 再贴上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后瓜糊就好了 这样有时候比较偷懒 不过如果你这招不太熟的话 你就重做一遍 3 9 那我知道3跟9的位置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去把它切出来 再利用什么呢 切割字串函数 因为它不在头 所以不会是left 也不在尾 它在中间 所以用一个middle 这个mid的函数嘛 OK 按确定 test 你就照它的嘛 test就给它什么文字 在这里 第二个 star number 意思是说从哪个字开始 所以其实我发现同学 最有问题的应该是看不懂前面这个叙述 那其实这个叙述啊 有时候慢慢都看 去理解它啦 然后 大概慢慢就懂 懂了之后 你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即便你没用过的函数啊 你看懂前面的说明 给它 它要的东西 它就会给你对的结果啦 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 总共250几个函数啦 做法都一样 即便我没有用过 看前面我就会用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 star number 从前刮斧的位置 所以因为我刚刚有分嘛 前刮斧 所以我点一下前刮斧的位置 但是呢 这个前刮的位置是刮斧的位置 所以加一告诉他说 从前刮斧的位置 再往后一个哦 不然呢 你找到会是刮斧 OK 那number charge是什么呢 number是的是数字 charge是字元 意思就是说 你要几个字啦 number charge 你要几个字 也是你要抓几个字 意思就是说 我从后刮斧的位置 再减掉什么呢 前刮斧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第三届冠军 那因为呢 我们会多减掉一个前刮斧的位置 所以必须怎么样 再减1 OK 有没有发现 那因为那个Excel里面的预览功能还蛮强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不要急着按确定 先看一下 他给你的答案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呢 那恭喜你 你这地方按确定 哎 有没有 第三届冠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向上填满了 那为什么要避开他哦 因为你会发现哦 他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因为没有前刮斧 也没有后刮斧 他会给的是一个什么 这样的错误 就仅仅value 意思是说 哎 他找不到你要的 他不会告诉你找不到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 可是这个东西这样子 一般人看到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理论上会把这东西什么 去掉 过滤掉 OK 所以要怎么过滤掉 理论上就是 我先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向上填满 我再把它向下填满好了 那其实基本上全部做完了 那应该是 大致上已经OK了 只是差别就最后会多一些怪怪的东西 所谓的怪怪的东西就是 找不到怎么办 把它过滤掉嘛 对不对 那怎么过滤掉呢 其实哦 如果你要过滤他 你要记得哦 有一个函数非常好用 专门过滤 紧开头的 其实你们常看到 紧 找不到就NA嘛 NA就not available嘛 或者紧什么 REF啦 找不到那个连结嘛 对不对 那诸如此类 反正是紧开头的哦 都可以用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叫什么呢 插入函数里面 不过这个可能就不是在那个文字哦 它在逻辑 逻辑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专门判断 是不是错掉 是否错误的话呢 就是IF IF就是如果嘛 L的话 就是错误啊 意思是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你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函数非常好用啊 这个函数啊 就大概可以解决你大部分发生错误 如果发生错误你要过滤掉不显示的话 用它就对了 这函数非常好用哦 啊怎么用呢 这函数也不复杂 你只按确定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Value Value意思就是说 你要判断的那个储存格 或者那个资料 Value一般指的就是你的那个值啊 你的资料啊 那我就把它指向什么 F5 这个有没有 F2 然后 Value if L 意思是说 如果这里面是是是有错误怎么办 那我要删掉 怎么这里怎么删哦 删除的话 就是丢一个空的字串 给他 那所谓空的字串不是说不打东西哦 在那个Easeo里面或者VBA里面所谓的空字串哦 就是什么呢 两个双引号 这个叫做空字串哦 这非常也非常重要哦 也就是说呢 你之前有同学是什么 直接空下来 空下来不对 还有同学更天才 双引号里面再加一个空白 这样其实输出也OK啦 可是会变成多了一个空白 那多了一个空白哦 会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以后会妨碍到你将来判断 不应该本来里面应该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啦 可是他对了空白 那 变成说你如果将来用逻辑判断哦 如果是不是里面是空的 如果那个如果有一个空白哦 他也不认为里面是空的哦 所以很多人习惯不好 很喜欢按空白键 那是比较不好的习惯 建议是不要 否则有时候逻辑判断 明明里面看起来是空的啊 为什么判断出来里面会有资料哦 原来里面是有空白 那就不对了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空字串就是两个双引号 好了之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解逻辑吧 if 如果他是value错误 那就帮我把它删除 那如果正确呢 那就跟原来一样输出就好了 所以他有点像过滤器 就是帮你把什么 如果发生错误才处理 没有发生错误 就跟原来一样输出就对了 OK好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有没有看到 那未来可是你会一直想说 那老师我要把这东西搬到这边来啊 有没有 我们是分三个阶段嘛 一二三四啊 那可是有的同学比较贪心啊 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一次全部在这里呢 其实也可以啦 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把这些什么 按右键隐藏一下嘛 对隐藏 看起来好像 再把栏位的名称改一下 对哦 这样也是一招嘛 但你想说 哦这个感觉好像有点 好像不够专业 那如果你要一次做完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串 那像如果说像我要做一串的时候啊 我就会先先做第一个动作 再把第一个动作的功课 我做一次就会看哦 这地方呢 就会把第一个 就是说呢 再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做一遍 只是说呢 那我会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用什么方式串在一起 我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fine fine什么呢 fine 这个 钱瓜糊 然后呢 v适应在 v适应在哪里呢 v适应在这里 然后我就按确定 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个公式减下 减下不包括那个等号 再利用插入一个mid mid找什么 找这个 star number就是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有没有 这个不就是 开头的那个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要必须怎么样 加1 找钱瓜糊 后面的东西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后面要是后瓜糊 减钱瓜糊 再减1嘛 所以你就把这个贴上 把这边改成什么 后瓜糊 减掉什么呢 刚刚的钱瓜糊 再减1嘛 ok 那这样的话呢 不就是 等于刚刚的东西吗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只是说你要必须剪 先做第一个 剪下 贴 贴 贴 ok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 上下填码 我先看一下第一阶段 对不对 第一阶段 对不对 再来就是把 mid的这一串 再减下 再做什么呢 插入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 ifl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再加上双以后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了 可是第二个方法 恐怕你要是 前面的方法清楚之后 才有办法做出来吧 刚刚那个方法 你都搞不清楚啊 这怎么做 这也没办法用背了吧 这个怎么背啊 直接叫你从头打到尾啊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做一定是 一 先做这一个 剪下来 二再插入mid 有没有用mid 那mid函数的话呢 一样指这个嘛 这个直接加一嘛 贴上之后加一 再贴上就抓后面的 把这个后刮户改一下 剪掉再贴上一次 顶多再剪一 有没有 然后呢 就直接先产生 再利用那个 再把它剪下来 再放到ifl里面 就完成了 OK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然后有些大概就是 所以我说这个一定要练习啦 你没练习 你说真的看完之后 大概也知道 大概都知道 只是你做得出来吗 这才是一个问题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那这个 在esail里面 我想你应该会常常遇到 比这个复杂一百倍的公司 还非常多 那你会想说 哇 这个怎么这么厉害 它可以做这么复杂的公司 其实 它不是一次做完的 OK 所以你不要被有些人 直接它给你公司 你就被它唬住了 其实它是按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慢慢做啦 反正你再复杂的公司都没问题 我可以再把它剪下再贴上 剪下再贴上 做非常复杂的公司都没问题 而且也不会发生错误 这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有些细节啦 我有把它录下来 那如果说你回去 实在是刚刚做的 还是没有办法 你可以先踹 那因为上课 如果一下子还是没办法踹出来 没关系啦 你可以先 先先把它留着 回去的话 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然后反正就是怎么样 最好是找 反正你就是 有空空闲的时间 或者是说 现在手机很方便 有吃到饱 你反正随时耳机一带 你也可以上课了 可以试试看